维吾尔族有他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文化 这都是非常宝贵的 你说56个民族大家和谐在一起 各有各的文化这多么丰富多产 但是你这样对待一个民族 同时你还用不仅精神上文化上 还肉体上去消灭人家 你这不是制造分裂吗 你口口声声说中华民族 我们不允许分裂 但是你这个结果就是让维吾尔族人 必须他走向他的生成权的维护 所以这就是在制造分裂 所以听了以后我觉得非常气愤 您刚才谈到了把回族人哈萨克斯坦人都推向了这么一个危机 使他们谈结起来 其实汉族人也一样 十九大以后新的极权主义的展开 其实让很多的汉族人也对共产党失去了希望 所以我相信他的敌人会越来越多 伊丽夏提先生我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知道世界维吾尔大会4月27号 在欧洲总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游行思维活动 抗议的主题是中共当局将100万维吾尔人 关进了所谓的再教育中心 您能否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大概是在三月的初 二月底三月初 世界维吾尔大会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决定 要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然后把这个具体的策划以后 就决定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欧盟议会以及欧盟委员会前 举行一次五千人的大游行 中国人的大游行 鲁塞尔欧盟委员会前的练乱 社長 community 人數 人數 社長 政府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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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ether and for our freedom 这个游行的目的呢 有这么几个 第一 首先是向中共 传达一个信息 也就是说海外的维吾尔人 东土加斯坦的维吾尔人 无法发出声音 但海外的维吾尔人 绝不会保持沉默 也不会停止他的反抗 一定会继续的 持续的 发出统一的抗议之声 一直到全体的维吾尔人 都获得自由 尽管我们海外的维吾尔人 生活在自由的 相对自由的世界里 但是呢 我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没有忘记自己的新邦好友 同胞家人 因为他们在中共的铁蹄下 现在正在身影挣扎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尽管我们可能有些人 有好的工作 有很好的收入 但是呢 我们的心 时时刻刻是悬着的 所以 第一个 我们就是准备 以这种方式 向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霸权 向中共政权 在东土厥斯坦实施的这种 民族清洗 种族文化 种族灭绝 这种 做法呢 表示坚决的抗议 以及 我们的具体的抗议行动 就是通过这种 五千人的 世界范围内的 大规模游行 来表达 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呢 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 在维吾尔人的生存 成为一个 急需解决的 急待解决的 一个问题的时候 在东土厥斯坦的 全体维吾尔人 在中共的这种 极端恐怖主义政策下 身影挣扎 这么一个时期 海外的维吾尔人 共同的 在一个口号 一个组织下面 走到一起 这是 维吾尔人 尤其是海外维吾尔人 自由世界的维吾尔人 向世界 向中共 展示我们 团结 一心 坚决 反击 中共的这种 极端恐怖主义政策的 一个 有力的 呼声 也是一个 表达这个的 一种 行为艺术 我这样表述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 全世界的维吾尔人 共同的 表达这种反抗 展示的是维吾尔人的 团结和 坚决的 斗争意志 所以第二个 我们的目的 就是 要表现出 海外维吾尔人 团结一心 抗击 暴政的 这种 坚决的决心 第三个目的 通过这种 大规模的 在欧洲议会前的游行 在世界各国的游行 达到呢 是海外 世界上 文明世界 尤其是西方 和美国为首的政权 美国为首的 文明世界 向他们发出呼声 要求他们 站出来 以他们建国的 这种人权原则 为出发点 以道德的制高点 向中共使压 为维吾尔人的自救 尽他的所能 因为我们很多的 包括美国的维吾尔人 在欧洲的维吾尔人 都是这些国家的公民 比如说 我伊丽夏提是美国公民 但我的亲人 在祖国的亲人呢 却被 中共政权拘押 被屠杀 那么美国政府 作为我的国家 我现在的公民权利 我要求美国政府 保护我的亲人 为我的亲人发声 这是我的政党的权利 也是美国政府 我作为纳税人 美国政府必须对我尽的义务 所以呢 第三个目的 我们就是要在世界上 向住在的各个国家 欧盟 美国政府 表达 我们 对中共 这种 肆意践踏 人权行为的 沉默的抗议 因为西方世界 这几年 一直对中共的这种 极端恐怖主义的做法呢 是反应呢 是非常软弱无力的 一直呢 就是口头上 稍微提一下 敲个编骨 而不去直接的面对问题 所以呢 就造成中共 得寸进尺 甚至呢 把手延伸到 海外维吾尔人群体 企图对海外维吾尔人 呢 施加压力 让海外的维吾尔人呢 背叛他所在国 违反他所在国的法律 为中共服务 这也是 应该西方国家站出来 保护其公民的权利 的一个义务 所以第三个目的 我们就是要求 西方国家 不仅保护我们 也要站在 尽到他的义务 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在人权原则的基础上 向中共说不 对维吾尔人的自救行为呢 给予帮助 而且呢 制造世界性的舆论 对中共的使压 揭露中共的这种 邪恶的做法 这就是我们第三个目的 而这一次的游游 4月27号的游行呢 为了达到这三个目的 我们在游行之前呢 市委会专门成立了 一个宣传小组 然后呢 就按部就班进行活动 在推特上 Facebook 以及呢 其他的各种社交媒体 等等上面 我们大规模的 进行了呼吁 很多的维吾尔家庭 全部站出来 自制视频 呼吁维吾尔人 今天你不站出来 明天你就站不出来了 请发出你的呼声 请揭露真相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 维吾尔人的义务 也是你作为一个 人类的一个成员 你的必须尽的责任 揭露黑暗 这是每一个人 他的良心 他的信仰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都是要求的 也就是说 不能对黑暗和暴政 保持沉默 也不能纵容他 纵容就是驻足为孽 也是成为他的帮凶 我记得马丁路德金 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专制暴政的 或者是暴力的成功呢 不是因为 有很多人 站在这个暴政那一面 而是因为 很多人的 大多数人的沉默 使得他得以 肆意忘以为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站出来 大家都阻止这种暴政 谴责这种暴政 暴政就会害怕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沉默 只要没有到我家门口 他抓的是邻居 抓的是我对面 抓的是我不认识的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 暴政就会得寸进尺 所以我们维吾尔人呢 当时在宣传中 就要求全体维吾尔人 共同的发出声音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就我统计 光仅美国 从美国到欧洲比利时 参加就为了这一天的游行 从美国到比利时 布鲁塞尔的维吾尔人 就有将近50个人 50个人 最远的是从洛杉矶 飞到布鲁塞尔的 土耳其有好几百人 将近千人参加 从土耳其到那边 然后呢欧洲各国 以及加拿大 还有从美洲这边 所以这天的游行呢 非常宏伟 非常壮观 发出了维吾尔人的声音 同时不仅仅是这场游行 是在布鲁塞尔 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前 举行 包括在美国 加拿大 还有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 以及土耳其的一些城市 也都有维吾尔人 呼应这次欧洲的游行 在各个国家进行了游行 在美国呢 华盛顿特区 我们从中共驻美国 华盛顿特区大使馆门前 步行一个多小时 沿途呼喊着口号 散发着有关维吾尔人的传单 在那天呢 走了一个多小时 有老人 有小孩 有一些妇女 甚至是推着小推车 小推车里是他们的婴儿 走到从中共大使馆门口 一直走到白宫门前 在白宫门前 大概呼喊了15分钟到20分钟的口号 然后我们结束了这次的游行 同时呢 在美国的芝加哥 在过去从来在芝加哥 没有过维吾尔人的游行 这一次呢 是第一次在美国的芝加哥市 有十几名维吾尔男女 参加这次的游行 他们因为临时动员起来 所以他们没有冬吐尔人的旗帜 最令我感动的是 有几个维吾尔年轻女孩子 一晚上没有睡觉 买来了那种布 我们国旗的布 然后呢 自己一笔一笔的画那个新乐 然后呢 缝制把这个旗 一晚上他们做出来了 做出来分发给十几个人 这个是我 特别令我感动的 也就是说维吾尔人有这种坚决的意志 我记得如果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 我读过红颜那本故事书 在监狱里头 当然我知道那是编出来的 监狱里头呢 他们做棋子 这群维吾尔人尽管不是在监狱里 但他们呢 一晚上没有睡觉 一针一线 一笔一画 把这个布买来 然后再把棋子做出来 美人一服 这个精神 比那些共产党的精 编造出来的共产党的精神 是更为真诚 更为可贵的 最让我激动 也让我难忘的 我在推特上把这个也分享了 再一个呢 就说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在这个地方呢 也有维吾尔人 在过去有过一两次零星的游行 但这次呢 他们也是将近有 一百来人 在中国领事馆门口 举行了游行 对中共表达不满 华盛顿的我们这边的游行呢 大概有五百人左右参加这次游行 所以说 4月27号的这个游行呢 从目的方面来说 我们成功了 因为呢 一个表达了我们坚决的抗击之声 第二 也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因为这次的游行是史无前例的 欧洲 议会门口的游行呢 据估计在将近三千人左右 三千人 美国华盛顿呢 也是历史上最多的参加人一次 然后呢 芝加坡从来没有过的游行过的地方 出现了游行 加拿大也是同样 从这个规模以及目的这个方面来说都达到了 那么达到目的的另一个证据呢 就是说 任何一次的活动 它有目的 然后呢 它有针对性 那么我们针对的呢 就是中共 以及呢 要让欧洲 以及西方文明世界站出来 应对中国的这种难横霸道 当时在欧盟议会结束以后 世卫会的领导 把一份有这几千个人民的 就是说这些人呢 我们是一个一个搜集来的 在海外维吾尔人的 被关押以集中营抓捕的名单 把它送给了 送进了欧洲委员会 他们答应 一定要对 给予一个答复 然后在美国这边 我们也把名单送了一份给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这边的呢 反应也是非常好 很快 我相信我会和您再做一个节目 谈这个的结果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一个呢 这是从我们要传达的第三个目的 我记得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要向中共表示抗议 那么中共的反应怎么样呢 游行之前 中共出动 它的五毛各种 内部的暗藏的敌人 和公开的敌人 对这次游行呢 进行各种的攻击歪曲 而且甚至有些站出来 跳出来说 游行有什么用 游行从来都没有用 游行解决不了问题 游行一下 东土杰斯坦不会独立 所以不要参加游行 游行没有用 那别的你还能做什么 在海外你还能做什么 我首先要问这些人 我们所能做的 最好的表达抗议和团结的 就是这个游行 而游行呢 有没有用呢 非常有用 这些漂亮小丑的站出来 反对游行 就说明我们的游行 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成功了 达到了目的 然后呢 游行完了以后 27号游行一结束 就有内部的暗藏的这些 和外部的五毛又站出来了 你们不是喊五千人的游行吗 怎么不 我们喊不够五千人 那天是欧盟议会休假的时期 为什么选个休假的时候 等等 这个数目和你有多大的关系 五千人和两千人 五千人和三千人 又有多大的区别 没有太大的区别 尽管数字上看起来是千 但是 只要超过一两千的游行 都是人的海洋 人的流 所以这个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些敌人呢 就站出来喊 然后呢就是 这么欧盟议会那天休息 你们跑到空楼房前面 搞游行有啥意义 但是那天来的客人很多 在那里讲话的人也很多 最后呢 那天市委会的领导进去 那里面就有人 就有人 而且在美国也没有 美国也不休息 我们在沿途喊 很多的美国人拍照 接受我们的宣传品 这都说明我们是成功的 而且这些五毛 和内部潜伏的这些 共产党的五毛们 跳出来 谩骂我们 对我们进行攻击 对这次游行进行 说三到四都说明 我们的游行是成功的 共产党呢 最后不得不吃裸裸的 站出来 让那他的那些狗腿子们 对我们进行谩骂攻击 对游行进行 说三到四 这说明我们成功了 所以从两个方面都来看 我们是成功的 那么对团结这个方面呢 是最重要的方面 我和很多参加游行的 尤其是到欧洲参加游行 回来的人跟他们来 他们说 他第一次感到这么震撼 有这么多的维吾尔人 和他共同的 向中共说不 呼喊口号 他说这是他历史上 很多人他说 我哭了 他说我掉眼泪了 因为我看哪边都是维吾尔人 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声音 这么多的维吾尔人 我在东土厥斯坦 一辈子我也没有能够 和这么多的同胞 呼喊过同样的口号 向中共表达过同样的不满 这种同样不乏的 他说我这是第一次 所以我非常激动 就像是一个节日 如果我如果排开 如果不去想那些东土厥斯坦发生的事 这个人告诉我 他这就像是一个节日 我感觉到就像是在东土厥斯坦 就像是在埃德格尔清真寺的前面 我在和我的同胞们 欢庆一个民族的胜利 他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他说他还想参加 能不能把这个变成一种规律性的 当然我们都希望 但是大家都知道西方 每一个人都还要生活 还要不可能把它变成规律性的 过几个月五千人都往欧洲跑 那可能不现实 但说明他起到了团结的作用 对维吾尔人的凝聚力 起了一个无法想象的一种 正面的一种促动作用 所以这次游行 总结一句话 是史无前例的 历史意义的 非常成功的一次游行 共产党感觉到了他的力量 西方政府也对维吾尔人的这种团结一心 也感觉到了 他们知道 必须站出来 帮助这样一个 有自己拯救能力的 有自觉的维护自己权力能力的 一个民族的义务 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游行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